巧克力戚風蛋糕捲要漂亮 要有著光滑且平順的表面 不可出現軍裂或掉皮喔 大家好 我是米克老師 今天要教各位製作的是 巧克力戚風蛋糕捲 巧克力戚風蛋糕捲 是屬於丙級烘焙吸點蛋糕項目 製作這款蛋糕時要特別注意 蛋白不可過度打發 如果過度打發 蛋白容易消泡 蛋糕就會失敗 考試抽清的題目會有 1800克的麵糊 1900克 2000克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1800克的麵糊 材料如下 在我們要製作巧克力戚風蛋糕捲前 有一個步驟最重要 像我們的白豹紙 兩端 我們會裁一個45度角的切橫 接著我們把它鋪入烤盤中 在做這個巧克力戚風蛋糕捲的時候 它會分成兩個大部分 第一個就是巧克力糊 第二個是蛋白霜的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要同時進行 以免蛋白霜消泡 或者是我們的巧克力糊 它的溫度降低 我們先準備一個小鋼盆 將我們的蛋白倒入 將鹽倒入 塔塔粉 我們用球狀的攪拌器打 我們要先轉高速 讓它打出大泡泡之後 我們會加第一次的糖 好 當我們打到它有出現大泡泡的時候 那我們會先下第一次的糖 接著它變成小泡泡的時候 我們會下第二次糖 好 現在它的氣泡已經變成小泡泡了 等到它打到旁邊有紋路的時候 我們下第三次的糖 這個時候我們要把我們的攪拌器 轉到中速 讓它慢慢的打 它的氣泡才會綿密 當我們轉到中速之後 我們要來做我們的巧克力糊 首先將我們的水加熱 看到它微微沸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火關掉 我們先加入可可粉 把可可粉攪拌至融化 接著我們要加入我們的沙拉油 加入沙拉油之後 拌至它結合在一起 接著我們將滴粉 跟我們的小蔬打粉一起過篩 來 接著放入 在我們攪打的時候 你只要讓你的粉 擴在一起即可 接著 我們把我們的蛋黃加入 記得我們順時鐘 順攪就可以了 然後你只要讓你的 可可糊 可以跟你的蛋完全結合 它會呈現光滑的狀態 然後你提起 它滴落的速度是很順暢的 這樣就可以了 在我們攪拌好我們的可可糊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蛋白霜 因為我們做的巧克力戚風蛋糕卷 它的蛋白打發的程度是濕性發泡 它會呈現一個彎勾 接著呢 我們會先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自我們的可可糊裡面 是為了要讓兩邊的比重 可以一樣 以免容易消泡 記得把下面的可可糊拌上來 我們再移到我們的大缸裡面 我們攪拌的時候 從缸底翻上來 慢慢的我們可以看它顏色變成一致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倒入我們的烤盤 先用手輕推 把它推至四周 這時候你可以把你的 麵糊 沾一點點在烤盤上 把白包子黏好 我們拿我們的刮板 將蛋糕刮平 當你磨好之後 我們清敲我們的烤盤 接著我們要進入烤箱 我們用上火200 下火140 15分鐘 15分鐘到了 我們要將它掉頭 如果你的蛋糕 有隆起 你可以拿一個竹籤 將它隆起的部分刺破 這樣子你的蛋糕就不會裂開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上火 攪到160 再轉10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蛋糕捲熟了沒 輕拍表面 它如果有彈性 就代表它熟了 出爐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馬上 敲一下我們的烤盤 讓裡面的空氣排出 放到製糧架上 把白包子的邊邊撕開 以免它縮腰 這時候我們拿來一張新的白包子 輕輕地蓋在我們的蛋糕上面 同時抓住下面的這一張白包子 快速地向上翻起 這時候我們把在蛋糕捲上的白包子撕開 我們把奶油霜 塗在我們的蛋糕上面 奶油霜呢 是由烤場提供 我們只要把它平均的抹 然後靠近底部的這一邊 抹的量要少一點 以免你捲蛋糕的時候 鮮奶油滑出去 那我們抹平均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 開始的這一邊 畫三刀 讓你捲的時候 不會有太多的空隙 接下來 我們拿 長的擀麵棍 把它放到我們的白包子的下面 這時候你慢慢捲你的白包子 如果你的這個蛋糕捲會滑動 你就輕輕地手輕輕地擋一下 我們輕輕地把它掀開 那烤室的規定呢 是30公分 所以我們先將旁邊 比較不平整的 我們輕輕地把它切掉 烤室的規定是30正負一公分 你的刀麵要記得垂直 然後我們再量第二個 之後我們一樣把它切開來 稍微檢查一下 中間的部分有沒有空心 表面有沒有均裂 那這樣子 就完成了 在製作巧克力氣泡蛋糕捲的時候 貼技一定要等到 蛋糕底冷卻之後 才可以開始捲蛋糕 而且蛋白霜打發的程度 都是同學們需要的練習 感谢观看